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香辛腐鹿大家好 我是Sean 今天我要來說一個克萊斯的故事 克萊斯呢他是一個伸縮之爐 能屈能伸的英雄 他能夠變小也可以變大 在體驗服呢他竟然變得更加的強 在克萊斯呢他更加容易獲得怒氣 一不小心呢就會變大了 所以要小心一點克萊斯 經過我時撐呢這個改動非常有感喔 現在我們疊怒氣又疊得非常快 如果你喜歡這個改動呢 請我們影片點個喜歡 如果你還沒訂閱也記得訂閱喔 那這次我們帶來是克萊斯走邊線 一個戰士型的克萊斯 我們來說說我們出裝奧義喔 首先呢克萊斯的物理攻擊其實還蠻高的 尤其是我們的技能 克萊斯的技能非常好用喔 他也可以一邊移動一邊使用 這裡我們先救救我們超人把敵方趕走 喔最後敵方加個瞬移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趙雲喔 他不知道他已經被靈蒂的技能看到了 我們順利刷敵方趙雲 這邊的敵方都殘血 那我們的圖倫 喔我們的圖倫被敵方雙殺 這裡有一個小問題呢 敵方的靈蒂是有紅buff的 有紅的跑非常快 我們試看能不能跟他單殺 喔結果 結果還被他炸的快要死了 我們神命的逃 再逃 OK 幸好我們平時有多燒香 然後衝出一個超人 雖然超人不是佛教喔 可是他還算一個神 所以是衝出一個神手 這邊趕緊回家補一波喔 射擊運服呢 會提示我說 血量過地要按回城 當然呢是要到安全的地方回城喔 不是血量過地就按回城 這樣是死定的 那有空我們來聊我們的出裝奧義 奧義的部分呢 是來擺穿套 中間是帶精靈 如果你沒有精靈呢 你有刺燒或者庇佑都可以 裝備的部分呢 第一件我們出這個獸狠劍 這樣子呢有非常高的無理攻擊 還有冷卻時間 我們可以更頻繁的使用我們的性能喔 畢竟呢我們沒有魔力的消耗 有冷卻呢就非常厲害 之後呢我們會選擇先出坦裝 一個冰袍 這邊注意一下我們的超人 先開個大招 優先目標是敵方的後排輸出喔 比如這個菫 可以注意到呢我們的範圍 傷害非常的疼 瞬間把敵方的趙雲打殘喔 他們兩個血量剛剛是幾乎滿的 這就是克萊斯恐怖的地方 而且呢一開始我們沒有出多少裝備喔 那我們出完收完劍會先出冰袍呢 主要是我們的傷害已經很夠 而且呢其實沒那麼需要誤穿喔 畢竟我們主要殺的目標呢 是敵方的脆皮 以這一局呢就是敵方的悟空 或者菫 或者他們的法師等等 反正我們是不會去打坦克的 那之後呢下一件裝備我們就龍骨喔 萬一我們有需要要切坦克 或者要續戰力或者要一直打架呢 龍骨劍非常好用 還有一點呢就是克萊斯開啟大招之後 我們的普隆攻擊會大幅的增加喔 加上龍骨劍的攻速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一個打架王 或者可以說打架自身 請教我神 另外一點比較少人知道的呢 克萊斯在開啟大招變身之後 我們的一二技能呢都有物理傷害喔 而且呢變身之後物理係數會非常的高 比變身之前更加高喔 所以呢我們前期第一件裝備出 收魂劍 有非常強大的物理攻擊 那樣已經夠了 後面我們出龍骨跟 那個兵符呢是為了連著敵方 反正我們打人就已經很痛喔 不需要更多的傷害 可以連著敵方一直敲死敵方呢就夠了 這裡我們大招抓敵方悟空呢 然後我們還可以繼續打架喔 畢竟我們技能還在 最後呢 敵方已經再次殘血逃脫 他好像是殘血逃脫王 長長 殘血逃脫 那我們繼續的發育 這時候我們的收魂劍被動只有三層 能夠點就盡量的疊一下 這邊其實我們是很想吃這個 魔龍 但是我們吸血不太夠喔 我們一個人是吃不了的 應該有隊友的幫忙 可以注意到我們剛變身完呢 我們怒氣已經一半以上了 等等隨便找個東西來wag幾下呢 我們怒氣馬上會滿 所以呢看來是基本上 他變身的頻率非常的高 我們被玩的身能缺好 再全一下怒氣就可以再變 喔這邊我們圖倫非常兇 一個射門成功得分 有機會呢就直接拆到敵方的防禦塔 然後再來持續的收敵方的野怪 被我們疊一下被動 疊一下我們的收魂劍的被動喔 繼續的反野 我們目前是一個開心的克萊斯 喔對了今天呢 我們跟周周尼去看了一個蟻人的電影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4DX的影片喔 4DX主要是呢 那個椅子會像搖籃一樣動來動去 還噴一點水喔 很涼快的水物 然後呢由於我最近實在太忙喔 很多工作跟影片等等 然後呢竟然在有一小段的時候 不小心睡著了 睡著還不單止喔 還靠過去左邊的一個陌生的男生那邊 還打呼 然後是說你說左邊的男生超級傻眼 那以上呢跟大家報告喔 我第一次看4DX的體驗 大概是這樣 但蟻人還是一個不錯的電影喔 我們只是睡了一小段 大概幾分鐘吧 OK這邊我們一個帥氣的衝浪 衝掛了敵方的拉茲 接著 原來我們不是無敵的喔 防禦塔還是可以把我們打死的 那這邊呢我們家有很多小黃點喔 我們就來當一個清理工 把所有的黃點都清掉 以及這邊我們發現 敵方的家裡也有黃點 喔可是靈蒂正在去清喔 他這時候應該再來吃到紅 我們就選擇是這個野怪 盡量的壓縮他的經濟喔 吃掉之後呢再來吃個飛鳥 飛鳥很好吃 克萊斯喬治的時候呢還蠻可愛的喔我覺得 然後他應該也是在傳說裡面 唯一可以變小變大的英雄 克萊斯呢其實我更想用另外一個梗喔 叫水行蝦 但是我也不是蝦也不是人喔 所以 所以說不定用蟻人的梗會更加合適 畢竟我們跟蟻人一樣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 這邊先躲一躲喔 敵方的趙芸呢畢竟是打真實傷害 可以穿過我們的護盾 把兵就洗乾淨 開心的賺錢 喔這邊有沒有靈蒂呢 用他臉去貼敵方的趙芸 有點勇喔 有點猛 我們先開大招把敵方切開 一個摩西份海的概念 切開之後呢再來切敵方的菫 一個一技能爆死他 那我們再來cosplay一下祖卡 大家覺得呢這個有沒有像祖卡 麻煩大家給分喔 滿分是 滿分是100分 這邊把這個魔龍溜出來 然後呢我們先來吃個龍喔 我們隊友好像也死了兩個 那中間呢超人手塔是沒問題的 畢竟他跟雷射眼呢一build 野怪就小兵死乾淨 超人其實還是有點op的 他之前單裝呢清兵還這麼快 傷害很暴力 我們去做我們的事情喔 把所有的黃點都吃掉 這邊有紅 右線是紅 我們隊友在右下角 很右下角呢 遠水救不了金火 那我們就暫時不管他 看看有沒有把上路兵線全部推掉 這邊上路下一波兵線再出來喔 如果你問我怎麼知道的呢 就看我們自己的家裡 自己加兵線到哪呢 敵方呢就到哪 我們要去支援中路呢 可是先把這個兵線清掉 結果來個拉茲 我們直接請他吃一套連 哎呀 還是不要跳金塔 如果我們把唯一的位移用來 跳金塔呢 就不用想要出來 當然呢克拉斯在我們的大招 那個海狼範圍還會跑得比較快喔 可以用這點來抓人 這邊變回小魚心態呢 小魚心態的一技能很好用喔 尤其是退塔時候 可以把守塔的人呢彈開 而且我們的技能呢 非常刻的地方悟空 這個靈地他應該是卡了喔 體驗服呢常常會失去控制 有時候玩到一半的時候呢 也會失去控制喔 只是在影片看不出來 畢竟呢操控著 玩的人的手感呢 是最真實的 我這邊有個猴子 哇這個猴子呢 不知道是他運氣好 還是很聰明喔 他趁我在打防禦塔的時候呢 走在防禦塔旁邊 讓我們打到他 然後防禦塔就會攻擊我 否則呢防禦塔是不會打我的喔 這邊呢我們想要看能不能 直接結束遊戲 看來 看來克拉斯呢 還是敵不過防禦塔的 我們被防禦塔打死了兩次 當然全隊是20次呢 我們只是兩次喔 算是非常非常小的比例 這邊我們來找敵方的靈地 喔可以給他一個衝浪 可是沒有衝死 這裡還有一個超級小兵呢 還有下一波兵線 我們看能不能直接 就會有這個防禦塔 結果呢我不知道怎麼打到這個靈地喔 然後主堡一直來射我 才把我射死 否則是有敵方英雄是打不死我的 有沒有人知道我是怎麼傷害到那個靈地的 難道是我們變得太大 範圍太廣了嗎 這時候我們看看超人 能不能給他一拳 衝進去給他一拳 喔快逃超人 這邊大家應該沒看懂超人在幹嘛吧 當然其實超人呢 是影子的籃球 黑子籃球的黑子 他引導敵方去右下角呢 然後我們的火神洛克 一個帥氣的灌難得分 成功吹了敵方的主堡 那今天影片到這咯 這次的改強呢 我覺得還蠻有感的 不管是左線打野還是輔助呢 都有一個全範圍的提升 然後最後喜歡影片呢 請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也可以分享給朋友們 那最後我是上二 我們明天見 掰掰